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次新玩意,Gest Ready With Me 的時候有問你們意見 究竟今個月我拍開架化妝品好 還是上半年我最喜愛用的化妝品 今天這個妝全部都是用開架化妝品 我也問了大家,究竟你的開架化妝品定義是多少錢呢? 有很多朋友都說150元或200元 留下,放心,全部都是滿意的 今天就不主公去行妝了 很多都要代購,比較難買 我們就去那邊,Donkey、Cosme Store 或者重本青都會找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跟我一起上妝 看看這個妝用了什麼開架化妝品 素顏和平時都是差不多 昨晚喝了酒,眼睛超腫 然後這邊的雙眼皮這陣子是時有時無的 一會兒看看情況有沒有用到雙眼皮膠紙給大家看 然後現在就不如用了Base 這個是Visee的Tone Up Primer 它有SPF30PA兩個加 擠出來是白色的,然後把它推開 不是水狀那種,有一點稠度的 我就試試放在面上,它是提亮還是泛白 它不算很難推的,有一點油潤感 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它本身擠出來不是白色的 然後我用一張乾淨的紙巾抹它 它有顏色的,它不是白色的 這個推開的時候有一點黏 吸收完後會比較清爽 它是主打調色,有一點防曬 不是那種會遮蓋毛孔 或者是很強勁保濕的一個Base 遮瑕產品今天有兩款 都是主打遮瑕眼圈的 第一個是Syssen的橙色遮瑕膏 它的顏色是偏向三文魚色的那種 就這樣用手指印開它 大家看不看到我的雙眼皮又開始消失了 它會比較適合眼底皮膚沒有那麼乾的朋友用 然後另一款是Base的雙色遮瑕膏 我第一次用到這麼橙紅色的遮瑕膏 摸上去是硬的 然後手指的熱力可以將它融化 它的顏色有點像胭脂 絕對是新體驗 不過我有聽說過 可以用唇膏的顏色放在黑眼圈 都可以做到調色 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呢 認真是紅色的 然後再加下面的膚色遮瑕膏 我自己也很緊張 效果會是怎樣的呢 這樣大家看不看到分別呢 Visee是沒有那麼乾的 Syssen不笑 都會看到乾紋卡在這裡 但它的遮瑕度會比Visee好 Visee應該是遮瑕了四至五成左右 主要是調色的 待會我會上粉底 所以遮瑕度可以增加 Media的Cream Foundation不是新產品 但算是我用過開架粉底來講 性格比最高的 七十多元不差 我用的色號是OCD1 不是超級自然超級薄的那種 但它的妝效比起它的價錢來講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超斑 你看不看到很滑身的 塗這半邊臉給大家看看妝感 用Real Techniques的美妝蛋 拍開它 眼底剛才遮瑕度不夠 我會上多一點粉底 我喜歡它的地方 是很貼妝 不會厚重 有中度遮瑕 而且顏色調得很好 有很多開架粉底 你一推開會變得臉很灰 它不會的 也不會很易乾推不開那種 是新手都用到的Cream Foundation 甚至乎我這樣推大力 你也不會看到手指印的 定妝試一下Visee的麥粉餅 摸上去不是很絲滑那種 但也不粗糙的 它的顏色 推開 希望對我來說就不會太白了 裡面附送一個粉泡 然後我就用它來上麥粉了 它是有珠光那種的 大家看到我的汗嗎 沒有開冷氣真的超過 比起專櫃碎粉 它沒有那麼細滑 但是呢 它絕對這個光澤度是不差的 就算我現在整個額頭都是汗 它不會上到一塊塊的 已經很好的了 這個表現我覺得 畫眉產品 我買了一支眉粉筆 它是很有趣的 這樣棒棒形狀 操作很簡單 在上面填色就可以了 用眉擦掃開它 除非你是很著重無流感的朋友 如果跟我一樣 本身都喜歡用眉粉的話 它挺方便的 我買了Sacen修容粉的01號色 裡面是有掃的 顏色來說 它是比較偏 咦 這麼淺呢 還是沒有色 我不是買錯了 糟糕了 不管了 先試了 它的掃很棒的 有兩邊 一邊是打鼻影 然後另一邊就是用在臉上 真的不適合色 看不見到它是白了 然後灰的 好傷心 好灰 真的極灰 不要買另一號色 唉 還有一幅 我試試買其他顏色回來 不行 要救救它 我用回這裡是用什麼的 我用它的掃去上自己 平時用的修容 是有點小的 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買適合的話 這麼小的 帶去旅行 帶去Staycation 然後還有掃是很方便的 究竟拍片有多熱 大家可以看一下漢跡 為什麼平時那麼喜歡穿白色衣服 拍片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這樣 嘩 現在整件衣服都是一點一點 眼影 我買了CAMMAK的四色眼影盤 然後裡面有海綿棒 粉質就不算超細緻的 但是七十多元 四個顏色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投訴 嘗試用這個顏色打底 它四個顏色都是有珠光的 如果拍眼中的朋友 未必適合這一盤 然後拿這個鮮橙色 做我們今天眼影的主色 放在後半的位置 這邊都一樣 雖然兩邊的雙眼皮現在不平衡 但是我會畫到一樣高度 因為一會兒會貼上雙眼皮膠紙 我終於捨得是新的開格眼線 不是用Yuzu 這個我看到包裝好像很有質感 就買它回來 它是比較偏淨啡色的 而且很好滑的 是超級無敵 Smooth的那種 比起我平時喜歡用的深啡色 它比較淺一點 自從這邊雙眼皮偶然會掉下去之後 我多了一樣東西可以實測 就是究竟內雙眼皮用眼線 會不會多了一條黑色線 然後不夠快乾的時候印上去 這支是不會的 初步用後感 這支不錯 繼續化眼妝 用啡色彈開眼線 這個方法畫眼影是萬能的 可能會覺得一成不便 但是最少是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畫法 最後拿這個淺色又下眼頭掃去中間 這盤眼影畫在眼皮的感覺 沒有畫在手那麼良好 它真的是開架的妝效 一分錢一分貨 除非你的預算沒那麼高 七十幾元四隻顏色我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平時化開妝 尤其是拍不同眼影的話 就真的不用買它了 寓意緊接無氣的時候 我就貼了雙眼皮膠紙 這個是觀眾推介12元的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款 它有幾款 我就隨便選一款試一下 它是雙面都有黏力的 看看能不能撐得起我極厚的眼皮 好像是否都看到呢 還是我黏得不夠好呢 這支是這樣 會不會是我買錯了觀眾介紹另一款呢 我下次再去12元店試一下 暫時就不太喜歡這種雙眼皮膠紙 先黏住 一會兒應該一撕 它定型了 都會有雙眼皮膠紙 我現在先弄了個睫毛 這個步驟就不用多說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今天的頭褲 很漂亮啊 在一間IG購買一些復古的飾物 除了頭褲還有耳環 今天試試用啡色的Mascara 它的頭是梳型那種 塗Mascara又很專心 我不是很習慣用啡色的Mascara 因為看上去沒有黑色Mascara那麼精神 這個時候我試試撕了雙眼皮膠紙 看看定型了沒有 好像成功了 講起高質的開架品牌 絕對不可以不提Excel 但它的價錢已經在開架的邊緣 雖然一個胭脂是要140多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我覺得它有兩個顏色 一邊偏粉紅色 另一邊偏向橫桃色 好像感覺上比較便宜 而且它有掃 然後它可以吸起來 鏡頭看不看到呢 它是很飛粉的 但它也挺出色的 我在鏡頭也看到 用鏡子自己看看 嘩 它的漸變色 在臉上也看到 真的輕輕一掃 它就已經出色了 而且它屬於有光澤的胭脂 可以散開打亮這個步驟 不過既然我都買了highlighter 就在額頭和鼻樑 用這個Sazen的04號色 它有一點偏粉紅的光澤 然後看上去 嘩 是那種閃出宇宙的感覺 但是大家要留意 我覺得它有一點顯毛孔 開格的化妝品這麼便宜 就會送掃 然後之後 喔 看到這個光嗎 然後之後專櫃 它們的化妝品這麼貴 掃是要另外買 而且也是超貴 我試試用它一邊看看分別大不大 有喔 我這裡是預訂了 看不看得到 好啦 我也是乖乖地加上去 唇膏我買了兩支 一支是Visee的 我看它小小支 可以放在小手袋裡面 另一支就是Kate Visee這個顏色是BR311 屬於比較透薄的 有光澤的 而Kate這個是05號色 好像再透薄一點 我先用它打底 如果顏色不夠 我再用Visee在面上 在嘴上來回塗之後 它又不是在手上那麼薄 它出到這個比較啡啡的 之後那種烏龍色的感覺出來 OK喔 有驚喜喔 這個Kate 它不知道是什麼系列 大家認住這個方形的外包裝 然後05號色 抹一抹一抹 我用了這個Visee的BR311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顏色 是比我想像中 又是很漂亮的 雖然是BR的顏色 對 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啡 它是啡和橙之間 然後呢 未至於去到南瓜 又未去到楓葉 很難形容的一個顏色 以開架來說 我覺得這個的調色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今天應該最開心的 是這兩支唇膏 買得很好 我真的忍著換了衣服回來 因為汗巴巴聲的流 如果你覺得頭髮很塌的話 是真的 全部都黏住了 全部都是汗來的 好了 所以快點做結尾 可以開冷氣 今天由頭到尾 由Base去到最後 我忘了 有個定妝噴霧 我讓我找一找它 對了 Cose 這個是限量版 它是一個保濕版本 我看到它說要熬十次 噴出來很霧 不會很大力的 不會有很厲害的水珠 有一兩滴 但是不過分 好舒服 涼滲滲 我在這個距離噴三下 真的沒有水珠 然後 有一陣甜甜的香味 它的定妝效果之後 再跟大家更新 現在暫時用上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不像是一個開架的噴霧 真的很棒 看到它是超傲化的 不會很大力的 Anyway 這個就是全部開架化妝品化出來的妝 看上去不差 說真的 特別是底妝 我覺得其實底妝 如果化得好的話 已經贏了一半 所以以一個七十多元的粉底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你看到我是大巷 小巷 它都沒有溶度的話 其實我都滿意的 當然 用專櫃化妝品 它化出來的精緻度 細緻度 和幼滑度 其實會更好 只不過如果大家的預算沒有那麼高 不是每次都 全部五百元起跳 三百元起跳 其實幾十元 百多元 都可以有這個效果 我已經覺得心滿意足了 希望今天這條片 可以符合到各位小子女的需求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真的好熱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綠鏡頭 三五號失憶的週數二點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我要開冷氣了 你做好了 一直在外面享受氣氛 你看你的毛多蓬鬆 到我現在黏黏黏的 是不是